台中有一位知名的女醫師 为了查出老公偷情的真相 就委托征信社调查 那征信社的业者向女医师献策 说可以安排帅哥假扮富商 去追求这个小三 来拆散老公的地下情 之后又扬称说已经追到小三了 这个假的帅哥最大小三了 但是要买钻戒跟豪宅当定情的礼物 结果女医师竟然不宜有他 照单全收 前后被诈骗超过三千万 为了挽回感情 这个作为一个女医师受这么高的教育 那也出社会了 为什么会失去判断力呢 这个我们这个社会 是不是有很多的女性就抓着胡木 上不了岸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探讨 那我们先请这个新闻 先请志伟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吧 我看了这个新闻 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就是说一个受高等教育的医师 黄医师也在 就是居然会为了他的老公外面有小三 然后被真信社骗成这个样子 前前后骗了将近四千万 你很不可思议 那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11年 其实也距离现在九年多了 现在这个案子 这些被告的人 骗他的这些真信社的人 其实有一个黄姓的总经理 他是已经跑到中国去了 现在是被通弃的 另外两个人现在是发奸要服刑了 因为他们上诉被驳回 就是定验 已经发奸 对已经发奸了 就是那个只是那个黄姓的总经理 他现在人是被这个通弃 那这个事情就是说 发生在2011年的六月的时候 这个明医 他在台中是非常知名的医师 他发现自己的老公怪怪的 他怀疑老公在外面有小三 所以他那时候就自己在 就是找一些真信社 他就发现有一间真信社 其实这间真信社非常有名 他叫女人真信 那为什么叫女人真信 因为他的这个卧底的侦探 都是女生 所以他叫女人真信 所以这个女医师就觉得说 女人应该会同情女人的 所以他就挑了这间 还蛮有名的真信社 来处理他的事情 那这个接待他的一个业务姓邱 这个邱姓业务呢 经理就跟他碰面了 碰面之后就说 那很简单 我们就帮你跟踪 确定你老公跟这个小三的关系 到底是不是男女朋友 那只要三万块就好了 三万块很便宜 所以这个 这个女医师本来身上带很多现金 三万块直接给他三万块 好 那你们就去跟吧 结果不到一个礼拜就联络他了 那这次见面的除了这个邱姓的经理之外 还有一个张姓的副总男生 那小三女人真信不都女人吗 怎么会来一个男的 那主管是男生很正常 就跟这个女医师这样讲 所以这个两个人来就跟他说 跟这个女医师讲说 你老公跟你怀疑的这个小三 真的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可是他们两个爱得太火热了 所以要把他们拆散只有一个方法 那这个女医师听到有方法 什么方法这样子 他就告诉他说 你只要付五十万 我去找一个男的帅哥 然后来追求这个小三 那把小三追到手之后呢 把他娶回家 他的心不在你老公身上 你老公就回来你身边了 这个虐源就斩断了 他就说这个虐源就可以斩断了 那这个其实这一招 现在很多真信社在用 可是我必须跟官方朋友讲 这是在九年前的事 所以九年前很新啊 就是说原来可以找一个男生 去骗这个小三 所以这个女医师就不宜有他 五十万隔一个礼拜呢 就拿了五十万给这个真信社了 那真信社给了五十万之后呢 给他之后过没多久跟他讲说 我们这个男生 他给他看照片 已经去接近这个小三了 那这个小三呢 看到这个帅哥 就敬为天人 就又帅 然后而且身材又好 然后因为他营造出 这个男生去追求他的 这个年轻男子 是个有钱人 所以他说 必须我们要送个什么东西 给这个小三 他才会相信说 他是有钱人 所以就跟他说 你看这个钻戒有没有 给他看照片 一家一百七十六万 一百七十六万 所以必须要 买这个钻戒 送给这个小三 那跟他求婚这样子 所以你要再付这个钻戒的钱 那这个医师娘想一想说 真的吗 那确定他们就会 就会离开了吗 他说真的真的 不用怀疑这样 对而且不用担心 事成之后钻石会归还 还跟他讲这一点 钻石还可以还你 那送给小三钻石怎么还呢 我觉得很奇怪 他居然相信了 就也是拿着一百七十六万 去给对方了 那给对方完之后呢 过没多久 又来跟他讲说 我跟你讲 那个已经上钩了 他们要到柬埔寨去定居 所以说要在柬埔寨买一个房子 那你看嘛 他到柬埔寨去之后 你老公就永远见不到他了 你就不用担心了 天高皇帝元 对啊 所以八百六十万 其实对你来讲 应该也不高了 这个医生居然想说 好为了我的家庭 为了我老公要回到我身边 他报导是写说 他从子女的账户领了钱 他很可能每年有拨一些钱 以前存在小孩 对他就领了钱 然后呢又给了这个甄信社 那你知道 这时候就是有 这个张信副总跟邱信经理 哇他们的黄总 就这个现在被通气 跑到中国去的 这个黄信总经理 其实这根本是只大肥羊 到目前累积已经 一千零八十九万 进度我随时帮大家 update那个肃定 因为瞠目结舌说 这个女医师 怎么会一直被骗这样 后来呢 这个黄信总经理 觉得这是大肥羊 不宰实在是 对不起自己 就跟他讲说 真不好意思 我们也被骗了 我们被吃黑了 这个我们找来的 这个年轻男子 说去柬埔寨 然后我们把钱 汇过去要买房子 人间蒸发 那这意思 你讲说什么 什么叫人间蒸发 意思就是小三 没有跟他去柬埔寨 他拿了你的钱之后 我们也找不到他 就跑掉了 跑掉了 那所以这个邱信经理 去跟女医师讲 女医师就很生气 就跑去 找总经理 去找总经理 你不是说小三 会去柬埔寨吗 为什么钱会被坑掉 那总经理 就对他动之以情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用 用什么样的话术 居然可以让这个医师 相信说 我跟你讲 钱我们会追回来 你不用担心 我一定帮你追回来 现在呢 我们只要再找一个男的 那我跟你讲 而且扮演的是护商 诶 珠宝商 郑大哥 是一个珠宝商 而且叫保罗 这样子 Paul Paul 那我只想说 前面的没有名字 报导没有写 前面那个年轻的 多金男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那这个知道叫保罗了 这样 那就跟他讲说 但是因为他是珠宝商 所以我们一定要营造出 他很有钱 对 所以呢 他就是要开名车 要住豪宅 所以你要付一千万 让他有这个行头 这样子 那这个 医师娘说 又要再一千万 之前一千多万 都没有拿回来 你不用欢乐 我跟你讲 你这一千万拿出来 他一定会跟这个 小三结婚 我也会给你看 结婚证书 还有结婚整个过程 都会给你看 你放心 他如果结婚之后 他会以投资的名义 因为前面我们都给他钱了 再叫他把钱拿回来 所以你不用担心 你想想看 一开始一百七十六万的钻戒说 送他会还给你 没有 八百六十万投下去了 也不见了 现在居然要叫他 再拿一千万 这个董娘居然相信 这个医生 这个医生 对不起 这个女医师居然相信 钱又拿去了 又给了 又给了 到目前进入 两千零八十九万 对又给了 那给了怎么办呢 就等嘛 等看看会不会结婚 对不对 然后呢 而且要看看我老公最近的行为 有没有变正常 发现怪怪的怎么没有 然后这个黄总经理觉得说 这个肥羊不宅 我刚刚讲了 对不起良心 现在是不宅 对不起 主宗十八代 你知道吗 他直接跟这个医师讲说 我跟你讲不得了了 为什么你觉得这个小三下 也没跟他结婚 我跟你讲 我们透过非常可靠的消息 他去泰国的音庙 对你下骨 对你下骨 对这个女医师下骨 而且他不是对你而已 包括你老公 你的小孩 都有人生的安全 生命跟那个 就会有危险 家人会伤亡 会伤亡 所以这个医师娘 这个医师就想说 那怎么办 他说我有办法帮你解决 两百六十万 找老师帮你化解 这样 这么贵 两百六十万 对 但是他担心家人的安全 又把两百六十万付出去了 二三四九 你看又付出去这两百六十万 对 那到底什么时候会结婚 有没有解掉 解掉了 不用担心 准备要结婚了 喜帖给他看 然后婚期都跟他讲了 可是你知道吗 要跟人家结婚 人家会提出条件 他要求要吃喜饼 要结婚戒指 等等等 聘金还要五百万 所以五百万的聘金 五百万要买赚借 要买要吃饼 要吃喜酒 这样子 还一千万 这医生想说 我这次没有那么笨 我前面拿了那么多钱出去 你要怎么样证明 那这个黄总就跟他说 那你不要担心 我找律师来 就去找了一个律师 但是不是真的律师 没有人知道 律师见证 就找一个律师来见证 不然我们签一个合佣 我们签合约 你就不用担心了 那很多人真的以为 签合约可以不用担心 上面就写说 为了要帮这个女医师 摆脱这个老公 跟小三之间的关系 于是花了多少钱 三千万多少这样子 然后就双方盖章 律师盖章 所以这个女医师想说 有这一张合约 我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 他都没有想到 人是会跑的 所以这边已经 又吐了一千万出去了 对不对 那把钱吐出去之后呢 真的 曾信社就有给他看 这个保罗真的娶了小三了 他是真的有追到他 娶了他了 然后呢 一些比方说 婚宴上的这些影片 这个小三拿他的钱 穿着白纱 全部都有证据来证明 那这个女医师就相信了 他就相信了 然后当然就跟他说 你要记得 我们的合约 三千万要回来给我 没有问题 你放心 我们都签约了 可是啊 你看我们做这件事情这么累 我们要张罗很多事情 这个邱信经理就跟他 一开始跟他接触 这个邱信经理就跟女医师说 那你要付我们一些执行费用 所以他就要了四十万 然后那个张信副总呢 要了六十万 再加一百万 就跟他说 这个钱你要付 所以这个女医师想说 啊 前面不是给你那么多钱 他说 那些钱不是给我们的 那些钱是因为 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要执行费用的 啊这个是你要给我们的 胜功跑腿路 跑腿费 对 所以又花了一百万 你知道又花了一百万哦 那花了一百万之后呢 这个医师觉得不对 我的老公为什么还是怪怪的 所以说 我刚刚讲到就是说 又花了一百万嘛 这个邱信经理跟张信副总 又跟他各要了四十万跟六十万 又花了一百万 他也是给了啦 那给了之后 因为这个小三已经嫁给保罗了嘛 是真的嫁了哦 所以说他觉得他老公最近好像有比较正常了 那现在就等这个他所谓的三千万要还他嘛 但等等等等等 等了两个月哦 这个 黄信总经理来跟他讲说 我跟他说大事不妙 又发生什么事 两个人说要闹离婚啦 这个女的很厉害呢 去找一个中部的政坛有利人士 然后来逼迫说要离婚 那离婚是代表什么意思 三千万土不回来啦 所以这个要跟你报告一下不好意思啊 他要离婚啦 所以这个女医师听到说什么 怎么会这样子 不可以啊 我们有签合约嘛 对不对 所以因为他这样子跟他讲说 这个女的说那你如果不同意的话 他可能会把这事情抖出来 你也是中部的名医嘛 他找中部的政坛的人物要来瞧这个事情 那如果你不给面子的话 这样子大家都难看 所以女医师居然相信 然后又勉强的答应这样 那你想的事情 是不是到这边就结束了呢 其实没有 你知道这个女人真性 那个女生的心机有时候很可怕 这个邱信经理 一定是没有分到三千万太多 他呢就直接私下约这个女医师 出来跟他说我跟你讲 其实我们副总跟我们总经理很可恶 他们拿了钱根本就没办事 那个就把很多事情跟他讲 讲他的坏话 然后告诉他说 我才是可以真正帮你的人 你看他们现在离婚了 他一定会回来找你老公 所以我跟你讲 我不用这么贵 八百万 我再去找一个 那个小三会喜欢的席 然后把他带到中国去 只要八百万就好 不会再跟你多要钱 但女士想说 我已经吐这么多钱出去了 所以讨价还价之后七百万成交 他又付了七百万 这样加起来已经快四千万了 对不对 还是超过的 郑大哥 有没有在算 有 大家算的好多 我跟大家讲 他总共付了十次的钱 很可怕 然后总共花了四千六百四十九万 你看 那四千六百四十九万 不完全都是 为了那个 他这个老公找回来 因为后来是有些是借款 对 你借一些钱给我 我要去中国投资 你也投资一点 类似这种 我在做保险 你也帮我买一点保险 但是买保险的钱 然后借款 到最后都没有还 对 而且这事情会曝光 就是因为那个秋信经理 他骗了七百万 对不对 然后完了之后跟他说 其实我也有做保险 就刚刚郑大哥讲 就跟他招揽这样子 那他还跟他花一百万买保险 但是后来发现说 钱给你了 保单呢 怎么都没有来 然后才发现他被骗了 对 那因为这个保单 他才去告 告他这个女人真信这样 那因为在这之前 那个黄信总经理有跟他说 我其实要去中国 你刚刚讲的投资 跟他说我们一起投资 你出一千万这样子 对 我就不是笑 你三千万 你三千万都还不行 我还拿给你一千万 不然我给你借了 借给什么 日本票开了你没关系 对 他说好啊 他想说前面有合约 问你合约 你看三千万还是被骗走了 你怎么会相信再相信他 呀